你过年能和家人在一起吗 过年基本上也是见不上面 在不到一块的 因为是要值班还是这样 对 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 也是我们执行任务最繁盛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一晚上出火警 能出十几次 所以说 烟花鞭炮 对 越到过年的时候 越是我们见不上面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也是 替我们的消防战士们 跟大家伙拜托 燃放这个烟花鞭炮 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们多一份安全小心 是为了自己的人身财产 同时也是让我们的消防战士们 至少大年夜 不用那么奔波和忙碌 过个安稳年 我们今天为他设计了 比上一次更为艰难的挑战项目 而且是毫里不差地 完成了挑战项目 今天还能怎样呢 今天我们先有请他的家人 也做到观众席 和我们一块儿 来共同见证他的挑战 好吧 来 好 上道具 这个道具又回来了 十支高度不一的灯泡 每一支灯泡顶端 都有一根粗细不一的钢丝 三位评委会从十支灯泡里面 随机选择三支 而我们的挑战者 要在全部蒙眼的状态下 用五尺锯切断灯泡顶端的钢丝 三支灯泡全部不能破碎 才能算挑战成功 我们给挑战者两次挑战机会 三位评论随机选三支 但是高度要你们来调 因为他的这个灯泡距离钢板的高度 是可调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李海峰 进入挑战位 以我对海峰的实力的判断 我觉得他完全没问题 一次就搞定 请海峰戴上你的防护装备 并且戴上眼罩 准备好了吗 准备完毕 好 我要告诉你 三位评委选择的三支灯泡 分别是一号 五号和六号 我们给这三支灯泡点亮 请亮灯 接下来海峰就将蒙上眼睛 从一号开始进行你的挑战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完毕 我宣布海峰第一次挑战开始 加油 阿峰 你准备完毕 好 好 好 妻子是特别担心的 他说海风是因为彩排的时候还没有成功 一直在失败 这个铁板的用意就是为了阻挡他的视线 让他看不见灯泡的高度 好了 现在他可以往下慢慢的试探 究竟这个钢丝的高度在哪呢 海风现在拿不准 现在他碰到了到底是什么 海风现在以为他碰到了钢丝 但是并没有 他碰到的是旁边的钢板 否则这样消耗太大了 李博士啊 他把那个距离弄得比较远 是最远的 最远呢 又产生了一个失误了 他实在没有办法分辨 他到底碰到了没有 海风你刚才 其实锯子一直是在摩擦周边的钢板 蒙上双眼的李海风 只能靠手 去触摸杆支钢板的位置 但由于灯泡放置的高低不同 钢丝的粗细也不均匀 看不见的李海风 很难掌握无尺锯的力度 稍有不慎就能将灯泡切破 这一次的升级挑战难度倍增 李海风还能挑战成功吗 好 这也是一个办法 他先将锯子停下 试探到了位置以后 对 再慢慢的 关键的时候到了 走 收成档了 走 成档了 第二个灯泡 五号灯泡 等待他的诱惠 是什么情况呢 他这个就很悬了 你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开始 这个很难的 先它还是要面对钢板 先把这一层钢板锯断 锯子发动了 哇你可以看到这个锯子产生的热量相当惊人 那个铁板是被融化掉了 直接是被热量给融化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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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